上一轮的直播带瓶酒我们终于迎来了 我们直播这么多轮中第二支红酒 第二支大家都满意的 而且觉得性价比偏高的这么一支红酒 那这支红酒呢 就是来自新西兰中澳塔哥厂区的一款黑皮诺 来自阿卡拉酒庄的入门节这款RUN 这款黑皮诺 因为参加这个瓶酒的网友 有来自新西兰的澳洲的还有国内的 那在新西兰澳洲的网友呢 正找到2020年份的 国内的是2019年份的 所以我两支酒都拿出来了 那关于这两款酒的具体信息呢 我就一起闻热心式表达就好了 19年我更喜欢一点点 因为它有明显的成年开始带来的 从瓶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味道 那两个年份都是非常棒的 那这支呢 就在明显颜色上呢 味道上都要新鲜一些 那这些就有成年中的那种味道出来了 然后这支酒很有趣 我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呢 闻起来已经像是可乐的味道了 可乐的味道很有趣 它每天都在变化 那这款酒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如果你是喜欢喝黑评诺的 你不想喝花太多钱的 这款酒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它有很好的平衡度 你不会觉得太酸或者太涩 或者太辣 然后呢 它又味道上又有层次感 又明显的这种果味 同时又这种泥土的味道 还有橡木桶里来的味道 还有呢 这种矿物质的这种 海盐的味道 那在品酒的过程中呢 大家发现最难体会的 就是我说的泥土的味道 这个没关系 以后你一旦开窍了呢 那就真的是挡一挡不住的 那具体泥土味道哪里来呢 这个的说法很多没有一个具体的 科学的依据 但是这个可能来自国师本身 可能来自酿造工艺 还有它的土壤 所以为什么法国人在酿酒中 讲一个叫做分土的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这种酒啊 这个味道可能就只能来自某一个地方 有玩意说这个会泥土味道 尝起来有点像灰尘的味道 也有可能的 因为在酿造工艺中呢 葡萄它是不洗的啊 它是不会用来冲洗掉的 采摘过来后就开始压榨 在皮上可能会有泥土 也有可能 皮上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小动物啦小昆虫啦 都有可能的 有玩意说那有没有这个鸟食呢 不是没有可能的啊 在上一轮直播带大家评就是 我们加入一个新的环节 就是个酒打分 所以把原来一百分之呢 简单的说成了二十分之 因为二十分之呢 是非常简单的 更简单来打分了 通过平衡度五分满分啊 复杂度满分五分 浓郁度啊 五分满分 还有个余味啊 这样来打分 因为是刚开始 会让大家都通过跟我差不多标准来评这个分数啊 发现大家都给他这个酒呢 打分 打出呢 基本上都在十六分啊 十六点五 这么一个概念 我给这支2020年是十六分的 2019年是十六点五分 两只酒都非常棒的 性价比呢 大家都是给个十分 甚至五分的 那以后这个标准能达到十六点五分呢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挑一个黑瓶罗 你不知道挑什么酒 这款酒呢 已经是在直播间里呢 大家都给你做过测评了啊 非常保险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确实还有一支 法国伯根地的比他价位更高的大区级呢 有待去评鉴 到时候我们看看 那支酒比他价位高 会不会和他一样好 还是会比他更好 还是不如他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到时候的表现